确定了地点之后 怀着对冒险的热情 一行人干尽十足地寻找黄金 可动摇里迎接我们的 并不是珠光宝气 而是一堆白残残的尸骨 所以到头来我哥 一直在反方向去找黄金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 确实是这样 笑死我了这个笨蛋 活该他找不到 所以迟一 你好好回想一下 你看到的列车 最终是看往哪儿的 我试试看 想起来了吗 好像是从这里 载到这里 我来我来 那么顺着铁轨 这个方向开 没有经过变道 然后这里是 矿山 野人坟 列车真的驶向了矿山里 难道另一头 开了通道 不可能 另一头就是海了呀 而且山也不大 而且山也不大 我知道了 原来的列车不都是烧煤的吗 它只是过去加煤了 就像现在的汽车加油那样 不如我们过去看看 大家一起看看有什么线色 会议结束 大家带着亢奋紧张离开了阁楼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双脚冰凉 关节僵硬几乎走不动路 大概是在隔楼带的时间太久了 可是身体却在微微颤抖 或许是兴奋 或许是害怕 但是没有一点想退缩的念头 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人身上 在黄金的诱惑下 迟疑已经不再是那个我熟悉的胆想的迟疑了 而是已经开始计划 未来四十年人生的迟疑了 我很想找到已经见过大风大浪的展英文吐槽 但是展英文沉浸在即将赚取自己第一桶黄金的亢奋中 完全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河洛洛像是忽然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一样 疯狂地抖腿 双手抱胸凝视前方 好像空气中都有他的生死大跌 我闻到了危险的气息默默远去 孙一航依旧淡然地嘱咐和吩咐大家早点休息 养足精神 一边套上羽绒服的外套和丢仔裤 并且戴上帽子 钻进被窝里 一边一脸平常地让我去熄灯 唉 大家都不正常了 哟 李默 你还不睡呢 是不是亢奋的睡不着 马上就睡了 是方舍瑞啊 对啊 刚刚一直没看到你 接下来你要表演什么呢 solo 大晚上了 什么solo 我看你无精打采的才是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对对对 不搞事情的话就不是你了 啊 你说什么 等等 你怎么这么正常 什么我这么正常 李默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 对了方舍瑞 要是找到黄金的话 你打算干嘛 先给音乐社买乐器啊 嗯 之后的没想好 大概会存起来吧 乐器大家会自己买的 你自己就没有特别想买的东西吗 特别想买的呀 那么 我想把音乐社买下来 你们大家 听了方舍瑞的梦话 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心已平静下来了 回到自己的床上睡去 随后 大家迎来了第二天 一大早 雪停了 所有人带上铁锹 还有背包 熊啾啾 骑昂的来到矿山 黄金完全战胜了 野人坟 给我们带来的恐惧 开始了挖宝的第一天 有 有发现吗 我已经快挖不动了 我 我也是 我不行了 让我休息会儿 大家先休息会儿吧 孙一航 林沫 我们去附近看看 是不是地方搞错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累死我了 水来了 水来了 我去那边看看 塌方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看这一面都是泥土 而且比别的地方 要平整许多 等会儿 我们去那儿玩玩看吧 位置不一定非常准确 说不定 入口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 中午了 再挖一会儿吧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 今天就暂时到这儿吧 好吧 你们快过来 好像有发现了 走 我们快过去 放放 放放 你小心一点 没事 看我把他拔出来 这个是什么 我来帮忙 小心一点 大家 都被关注 你被关注 你还贡心 你还在那儿干嘛呢 睡ore 过来搭把手啊 我也来帮忙 时宜 等一下 你们别拉 万一有危险呢 这 这个是什么 废铁啊 大家别动 小心一点 里面有个空洞 我们不会叫他去吧 慢慢抓住我的手 大家上来 小心一点 来不及了 吐死我了 我怎么不疼啊 你们当然无疼 你们几个快给我下去 我的隔夜饭都要被你们压出来了 抱歉啊 这里好黑 手电 手电 好了 这里 不会就是野人坟里面吧 好多通道 怎么样 这洞口这么高 能爬上去吗 我是指 不行 太高了 完全够不到 我还没做好 恶鬼战斗的准备呢 我的护身符 护身符 你们快看 铁轨 有铁轨 通往外面的铁轨断掉了 不过 通往里面的还很完整 吃一 帮忙照一下 不行 里面的铁轨 被陆尸堵死了 走不通 或许 这里面有别的矿洞 会和有铁轨的矿洞 相通呢 洞洞 你怎么想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 不如继续吧 你们希望我这样说吧 但是 现在真不行 你们看 这里手机信号也没有 我们很有可能 被困死在这儿 啊 不往里面走了吗 这一次 我站洞洞这边 原本我以为 可以挖出一个矿洞 但是现在 除了我们头顶上的口子外 完全不通风 里面被密封了这么久 说不定会有有毒气体 啊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时候 就要靠学长出马了 方晨瑞 你又要干嘛 点蜡烛啊 如果蜡烛熄灭或变色 说明里面的空气是浑浊的 如果烧得正常 那么就说明空气质量 没那么长 看 没问题 你们听 有什么声音啊 吓我一跳 原来是只老鼠 有老鼠 看来里面 是可以近人的了 我先打个新风 等一下 方晨瑞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你们小心一点 这里有个断坡 都叫你别心急了 我的脚 怎么了 我的脚 好像扭到了 你说你是不是 你们看 那 那里有 这个是 方晨瑞 掉落的手电 慢慢往前滚去 撞到了一根 白色的骨头 停了下来 在手电的灯光中 照出一个褐色的窟窿 同时 一只肥大的老鼠 在人头的眼孔中 露出自己 如同蠕虫一般 粗重的尾巴 大概是受到光线的刺激 只见这条尾巴 慢慢地缩起 黑色的眼孔中 消失不见 随着持续的手电 慢慢往前挪 一大堆白骨 出身在我面前 白森森地 迎接全身僵硬的我们 这里 真的是野人的 未完 待续 明镜与点点栏目